哎呀 这道时间过得更多久 小酒馆们也没生意 被家里面还赶出来 带了酒馆们身无尊文 怎么搞 还能免费吃面的 看看 姐 这么没钱还能免费吃面的 可以啊 这可以啊 对 好了好了 浪哥 别装了 别装了 都到镇江了 我来吧 你来我就点招牌了 小哥 那我让你出去了 大三观了 随便点 到镇江了就到我地盘了 面馆还有咖啡的 有的 你可以吃一下呢 这是米糊 哦 好 谢谢 谢谢 最服务 太爱了 长州喝米糊 你们镇江也喝米糊啊 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吃完米糊 嗯 暖暖的 这么都不需要 现在告诉我 你说我需要吃碗面 我没有钱就行了 因为我现在什么都干了 到这年来 12岁过来 自己是靠自己一个人做的 那我们淘大是从17年就开始的 16年 16年就开始 做得还不错吧 哎 每年不更每那家的啊 就不断的去钱回馈 帮助所有的人 这么多生存 留点舌头 这点将我承包它 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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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小哥买单 大吃大喝 大三观 肉丝 香肠 腰片 加快酵肉 肥肠 牛肉和牛肚 刚才老板崔牛居啊 说是他家的这个酱油料 独一无二 跟哪家饭馆的那个大师无学的 就靠这个打天下 老规矩啊 市面先喝汤 先来尝一口 确实蛮鲜的 我们这个面条很劲道吧 是手控面吗 对 手控面 面条确实可以 很劲道 这个跟无锡 苏锡肠完全不一样 有一岁啊 他这碗面给的料 还真的是分量十足 可以的 这就是正江特色 一烫就好 所以这种嫩口 这个酱油一定是熬制过的 这个才好喝 你们都是这么吃的 全部要倒进去啊 高三流水 五十八块的新加比 真是可以的 这个看着 都是一种满满的倒腹感 这几个小菜 这几个小菜处理都很干净 你说这个肥肠里面一点油都没有 肥肠毛肚油肉略微一点点甜口 软烂满配我胃口的 这牛肉酥烂满了火候到了 正江水晶销肉 哎配这个品牌的香醋 我小时候正江销肉切薄片在冰箱拿出来的带着那个冰茶子 沙沙 那个好吃 工作以后才真正知道 烧肉原来是这么一个厚切的 说实话 他家这个服务 真可以跟新鸡酒店许香媲美 太热情了 特别是老板 有的时候你不想吃面 小言一发 两句客套话 哎呦 真心问暖 有的时候生意精 会比这个食材本身 面条本身都来得重要 这个观点你认不认同 这家面馆 说大不大 真还不小 两重楼 小小的一个镇姜 上千家的锅干面 肯定是有的 各家可能有各家的特色 但是我在他家感受到的 普入热情 性价比我觉得蛮好的 口感口味我喜欢 微微甜口 大小肉 甜姜 都蛮对我脾气 我再少两口 咱